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主要就是說明有關課程的一些方向 接下來的話呢 剛剛各位有填了這個問卷 問卷結果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我這個是用Google地圖 Google的雲端硬碟所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我要看到結果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設計這個問題 只要Google表單 你就Google裡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Google裡面的 Google的雲端硬碟這個 如果你要建一個那個問卷的話 其實這邊有個新增 新增裡面的話有個新增表單 那表單裡面呢 只要把一些問題填上去 並且加上布景主題之後 就把這個結果把它有個預覽 這個就是你們看到的畫面 你就填完之後 那我怎麼知道有誰填了 填的結果如何 我想要看問卷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這邊有個回覆 總共73個 這麼多同學 然後呢我可以看到底下 就可以看到呢 最後大家的問題結果 比如說第一個 你知道大學必修這個課程嗎 知道不知道的 不清楚 也對 這個最少還好 最多是這個 知道但不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話稍微說 反正這個分 這個學分我剛有特別強調 就是你一定要拿到這個學分 才能畢業 OK 然後會有學 就是上學期下學期的部分 其他的話 台灣都蠻支持的 百分之六 這幾個 所以大部分同學應該 我想 對於學校這種做法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正向的看待 因為 對於各位將來的那個競爭力 一定有非常大的幫助 你千萬不要畫地自信 你覺得說自己是什麼科系 你就只學那個部分的東西 那就錯了 以後的話 你可能畢業之後 會發現你沒有工作 為什麼 因為 直接性的工作 好像以前可能當老師吧 有沒有 現在好像因為少子化關係 已經沒有 就是正式的缺了 所以你要想要當老師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其他工作的話 像你要當編輯 當記者的話 等一下好像你們那個編輯社的學 學姐會來宣傳 那其實以前我也曾經想要當過 記者或編輯 而且曾經去過像聯合報 聯合晚報工作過 但是後來我發現我進去之後 可能跟我預期的還是有落差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薪水實在太少 OK 後來我沒有待很久我就走 我後來就轉換我的跑道 不過不是說我今天 你說老師你怎麼這麼愛錢 沒辦法 你如果沒有 就像說你拿 香蕉你怎麼可能請得到資質呢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高的薪資的話 真的要有一點兩把刷子 也許你當編輯啊 千萬不要做一些簡單的編輯 要做那種高科技的編輯 否則的話好相對薪資哦就是你要跨領域的這種結合哦 不然的話你你的薪水不可能提高一般的編輯哦 薪資 但是真的 如果跟那個讀理工的畢業生 如果跟那個讀理工的畢業生比較的話哇真的是有點太寒酸了 真的也是一半人家的薪水 真的也是一半人家的薪水耶 人家念理工的畢業 你怎麼這麼廉價哦 也許哦就是因為你少了一些東西 就是職場上需要的技能啊 你可能剛好沒有 他會寫程式的人啊 你會不會寫程式 你不會啊 人家會耶 而且人家很會寫程式耶 對不對 雖然說他文學教育不好 呃沒什麼質感 但是他薪水就領的比你多啊 對不對啊 你的質感好 你的素養好 那也不能代表什麼 所以這大家說明一下 OK 接下來的話呢 數位相關課程這個可能至少要修了 所以我想大部分同學都支持哦 然後呢 希望有興趣的部分 以哪部分為入門操作 OK好 那我今天講慢一點好了 因為我發現好像應該 那你要學Excel VBA 就有點像你要爬樓梯哦 你要爬到最高頂 但是你現在還連 最低階的那個部分都還沒上去 那當然會有點哦 太遙遠一點 所以我也想慢慢來哦 但也不可能說太慢 所以有些細節 假如說你一下子沒辦法哦 了解的話 那你請各位多花一點時間 那你的程度呢 跟同才比較之下 哇 比基本更糟一些 還蠻多人的 還有一個啦 OK 還有什麼呢 基本會操作的一個 其實大部分好像 只有大概百分之十二的人哦 是覺得熟悉 好 所以我知道狀況 狀況不是很妙 OK好 好 然後再來這邊有沒有準備 不知道還不急 哦 沒有給爸媽養有沒有 沒有一個 好 好 是啦 現在這個 反正爸媽 如果不求的話 只是說我覺得 哦 人生總要有一點存在感吧 哦 OK 好 那 希望其中報告 其中以來的為主呢 上機 書面報告 上台好像比較少 OK 好 書面報告 這個 這個我們最後再確定 哦 那最後上機測驗 也許吧 也許其中就是交 一個報告 然後期末的話就是測驗 就是我把我們上課的那些練習題 挑起題出來考試 OK 大概可能會是這樣的 哦 那其他的話 還有你對於陳設計認識 怎麼樣的 OK 那我這個細節我再看一下 好像有一些同學已經有寫一些C++ 等等的 還寫一些貪吃舌 所以有些同學有VBA VB的概念 那是最好的 甚至有些學校在在學校學習過Python 哦 不錯 OK 更好 還有一些是有VBA的 還有什麼當A物件移動到B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OK 反正好 啊 然後 最快的了解 這個細節我再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檔案下載 那個早上你們的學長已經有講了 所以你們就自行去下載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 連結裡面 我剛剛那個這個連結底下 GG.GG這個連結 Excel to VBA 進來之後的話另外有講義 這個講義的話是我之前編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當成是一個資料可以來看待 OK 這邊的話有一個講義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那個範例檔 大概是 其他的話呢 將來我們的一些參考資料 也就是說線上的講義 線上的解答 會放在雲端 白板裡面 這個所謂的雲端 白板 就是說 這邊沒辦法寫啦 所以我就把東西寫在上面 答案就在這裡 所以待會的話 我剛剛講那個問題 要用REPD怎麼用 用LEN MID 函數怎麼用 上面都有答案 也許我做過 如果假設你有些來不及記的話 你可以先到這邊參考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介紹我自己 你Google吳老師前三個是我的連結 OK 那有同學說老師為什麼你排在前三個 你是不是買廣告 答案是沒有 完全沒有 為什麼會排前面呢 其實我也不是很理解啦 我大概知道就是說 因為大家喜歡看我的東西 自然就排在前面 就是這樣而已 OK 沒有做任何作弊啦 OK 反正就是 那我的特色就是說 我很喜歡寫東西 我把我教學的東西 我只要想要記錄下來 我就把它寫 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然後另外結合那個YouTube頻道 所以我上課的話 也有一個特色就是把上課錄影下來 放在YouTube上面 那這件事情 我已經做了超過 12年了吧 也就從那個 YouTube開始 已有的那個時間點 我就已經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呢 你要看到我以前的影片也非常簡單 YouTube吧 Google一下 我吳老師嘛 我從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影片 你可以從影片裡面排序的部分 找到最熱門 最舊的 最舊的話的是什麼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其實我只是實驗性 從大概是2006 2007吧 就已經開始在 已經有沒有這邊 12年前 有沒有 不過那時候關鍵就特別少 而且影片的品質不是很好 而且還有我的12年前的畫面 12年前長這樣子 12年後還是長這樣嗎 當然不一樣 OK 然後有一些其他的 還有我小 這個我兒子啦 我兒子已經是12年前的樣子 跟12年後的樣子 當然已經不一樣了 OK 這邊有些紀錄 好 那另外的話 我的頻道基本上 其實我的實驗性質 就是說把影片放上去 到底能不能獲利 其實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自己找一下 YouTube上面其實很多人YouTuber 其實就靠 創YouTube頻道拍影片 其實就足夠他的薪水 比去上班還要好 但是呢 前提就是你要持之以恆 而且可能不見得會賺到錢 當然你就是要有興趣啦 我是因為興趣的關係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我們其他的話 我還教過很多其他的相關課程 有興趣 也許可以在我的那個部落格上面去看一下 那我還曾經上過蠻多城市類的課程 OK 舉凡只要城市設計相關課程 我都大概教過二十幾年 然後這是我的相關經歷 而且看一下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我觀看支出已經大概五六百萬次吧 訂閱人數十五K現在已經二十八K了 然後 曾經有創業的經驗 擔任過執行長有五年的經驗 而且得過經濟部的金峰獎 傑出創業楷模獎項 然後這證照達人不是不是我是證照 我是培養很多證照達人 因為那時候其實公司有個業務就是 跟證照有關係 那我目前的證照數量 其實也不在少 我看我的證照 證照 總數我看一下 我證照總數 目前的話大概有三十張左右 舉凡就是你想得到的證照 我都幾乎就考了 最近像還有考什麼Python證照 另外的話呢 去年 這也是去年的 去年聯合報也有刊載 OK 那這個刊載還蠻有趣的 這個刊載 主要為什麼會來採訪我呢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各位看 其實我現在幾乎都在教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但是呢 其實我的背景跟大家是一樣的 我大學是念中文系 OK 所以 而且我的博士 也是中文博士 但是我幾乎去 什麼改教程式 其實我覺得記者有點爽動 其實我不是改教 我是覺得說 這並沒有違背 只是說你可以跨領域的學習 那當然呢 主要還是因為有興趣 還有呢 至少會感覺你的付出 跟你的回報是成正比 就是說你那個工作 給你的薪水 我覺得是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我去當編輯 我覺得我那麼辛苦 我做了那麼多的事情 結果你才給我那麼一點的薪水 我會覺得 好像有點寒酸 可是在後來當程式設計師就不一樣 我覺得我做沒有事情 沒有做很多 但是老闆卻給我那麼多薪水 我感覺還蠻好的 OK 所以底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 Google一下吧 裡面大概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然後 其他的話還有像 TPBS也來採訪過我們這個課 因為 算是原製的一個特色 把那個 這個 陳設計立為必修 其他還有得一些獎項 每一個月 Google也會給我一筆 為數不少的金額 到底是多少金額呢 其實並不是很重要 OK 但是足夠我出國的旅費開銷 都錯錯有餘了 OK 所以其實Google也贊助我旅費 OK 大概這樣 好 那其他還有像我也是那個 證照的諮詢委員 然後其他的話 參考書目的話 如果 因為我剛剛看了有八成以上的同學 對ESEL都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建議 你們可以花一點時間 在課後 去圖書館 借一些相關ESEL方面的書籍 先把自己哪些部分的能力養成喔 記得喔 就是函數部分的能力 函數 那ESEL裡面的話 有250幾個函數 你不見得每個都要知道該怎麼用 但是至少你要會使用函數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邊有一本書喔 叫什麼 468招 其實就是468到題目 OK 那你們可以稍微找 再來 就是進入到VBA VBA 他能夠做什麼啦 其實像這個書 已經有跟你講說 以SEL VBA一點都不難 他一件可以搞定所有報表 意思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你如果說希望喔 可以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完的話 那當然喔 你可以利用寫程式去做 不然的話 你可能就圖法輪功慢慢來 大概是這樣 其他還有進階的書籍 所以呢 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就先開個頭 怎麼去了解喔 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一道題 所以請各位呢喔 開啟 待會也許試試看喔 之後的話我上課的流程 記得喔 就是會從1到5 那不過呢 我們可能會分兩個學期來講解 那也就上學 上半學期喔 就是說 一直到我們應該上到幾月啊 現在9月嘛 上到1月吧喔 所以可能會上到12 或123 然後下學期的話呢 就是345 OK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還有更多時間 還有其他練習題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從喔 第一道題開始 後面還有其他題 我們會針對這些題目 怎麼去解決 來跟各位做說明 如果說呢 你們有一些相關的問題喔 有幾個方向 可以去找到答案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可以到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雲端白板就是這個 就是剛剛我講的那個那個網址喔 GG.GG喔 所以請各位務必要記得喔 這個網址 因為這個網址非常重要 以後呢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上面 GG.GG Excel EXCEL 這個是L喔 Excel 2的話就True啦 To VBA OK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我們放範例檔跟相關的解答 那解答的話 我放雲端白板 那也是1到5啦 那第6的話就是其他範例 那答案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就在這邊可以給各位參考 那待會的話 也許呢 我們會先講一些簡單的函數 就是在還沒有解答之前 可能會用到這兩個函數 就是REPT LEN 還有呢 文字相關的重要函數 所以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REPT 100 銷售量100 給一顆心 你可以什麼 1 游標放在C3 2 插入函數 點選上方的類別 我們用文字喔 那你找到R開頭的REPT這個 OK 按確定 那它會告訴你 其實喔 函數呢 有一點是那種什麼 互動式的 這個 這個有點 你給什麼文字 重複幾次的一次 哪一個字 按確定 那這個問題是說 欸我給一顆心 所以文字的話給星號 星號就過來 星號 number times 是重複幾次 重複的次數跟銷售量有關 100 給一顆心 當然你如果現在點這個158的話 他會把158這個數字喔 幫你把它帶過來 帶到這邊來 158 但是呢喔 你會發現這邊有158顆心出來了 可是我不是158顆心啊 怎麼辦呢 把它什麼 除以 除的話呢 記得喔 這個斜線 除以百 OK 它就變成1.58 也就是1.58 不過它會自動捨棄掉那個 小數點 因為星號沒有.58的 所以呢 它出來的話 按確定 欸你會把一顆心出來了 但問題來了喔 我要等一下把它全部做完對不對 在以色列裡面有個方法 向下填滿 它就OK了 可是向下填滿的話喔 會有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你如果說向下填滿的時候喔 請特別注意喔 公式裡面喔 如果有儲存格的話 它的什麼呢 向下填滿的話喔 它的數字會增加 也就1會變2 3會變4 這個是規則喔 向下就是這個數字會增加 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向下增加C2 剛剛是C1是這個嘛 C2是等級 所以等級等級 為什麼 因為它兩顆心 所以記得喔 如果說你希望向下拉的時候 它這個1不要動的話 很簡單 請你在公式前面喔 加上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錢有點像一個鎖 把它鎖住了 不要動 OK 打個勾 那特別注意喔 B3 3前面要不要鎖呢 其實我向下拉 當然我現在是 去抓這個B3 向下變B4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B4 這個當然不能鎖 因為我要去參照這個 這個OK 所以記得喔 向下拉之後 放開 有沒有發現 事情就做完了 關鍵的地方特別注意喔 那 REPT有沒有 它的 這個地方 記得一定是什麼 1 是你要重複的什麼 重複的這個文字 重複幾次 這個信號 有沒有 所以它 把這個信號 幫我放到這邊來 取得信號 第二的話呢 number times 是什麼 重複幾次 1.58 其實就取整數了 就一顆星 把一顆星放哪裡呢 放到這邊來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函數它的流程一定是 你給它它需要的 它給你你要的結果 這個叫函數 OK 所以喔 以後不管用哪個函數 它只是幫你解決問題 你給它什麼 它給你結果 大概是這樣子喔 所以呢 後面呢 有些函數 如果沒講到的 你們可以先嘗試看看 反正至少你要先學會啦 那我跟各位講喔 像這種東西喔 最重要的就是做出來就對了 你也不用想太多 因為像理工的東西喔 就是實做啦 做就對了 OK 千萬不要用一直看一堆有的沒的書啦 反正我覺得看書只是參考 最重要還是你做出結果 你會的就是會的 然後接下來就熟練它 會再熟練 那就是表示你有這個技能 所以喔 我覺得跟人文領域差別最大的 其實就是說 人文領域比較不著重在實作 因為它主要是讓你去思考問題 但是不一定是會有答案的 OK 但是像這種東西是一定要做出結果 才是真本事喔 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眼見為平喔 OK所以喔 以後你怎麼證明說你是OK的 秀給你看嘛 所以我都秀東西給你看 我就怎麼介紹自己 很簡單喔 你Google打吳老師 前三個就是我 OK 欸我有沒有存在感 感覺還蠻有存在感的 不然你說 那 你如果想要有存在感 你看看你關鍵字答案的名字 會不會是在第一個 如果是 那我佩服你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所以很多東西啊 就是做就對了 好像這個領域裡面 最重要就是實作 OK 那請各位呢 試試看先開啟那個練習題 然後呢 今天主要就是 先了解 文字以下函數 裡面的函數 先REPT 後面可能有LEN 或者是MID Labs 那請各位自行先練習 練習看看 那待會的話 會留一點時間 因為你們 那個 學姐 他們好像有那個社團需要 要宣導 所以待會他們會過來 他們會過來 那邊 請你們 真的 做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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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